玉旅救国团在松浦国小 办理爱心急难辅助基金 爱分享聚光力量公益活动 发掘青少年将技能学习 以及关怀带入了生活 运用成果作品 换取自我想要获得的物品 并且由善心人士 交换成果物品之后 完成青少年的心愿 而今年是以松浦国小 为办理的对象 透过了聚焦偏远地区 聚重社会力量 聚集大家的爱心 让善的循环在社会的底蕴里萌芽 创造社会祥和的氛围 日历团委会将资源 挨注偏向部落学童 带领小朋友学习技能 编织期望环保提带 结合阿美族的丰富色彩元素 利用棉麻绳编织环保提带 进而将成果作品设定 换取心愿的物品 手做的东西 那手做的东西呢 就是要结合 因为你们这边 阿美族比较多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结合原住 尤其是阿美族 活动邀请到了 玉里镇的 咕咕巴牙咖啡意站的 黄以恩老师教授 希望替代编织 有两场次 总共有八个小学教学 结合了阿美族部落 丰富色彩编织 实用的环保提带 总计编织有31件 色彩鲜艳 实用又环保的希望提带 各个小朋友都发挥了 精心杰作 所以我们要环保一点 不要用塑胶的 对地球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用环保背带 把你们的饮料 用水杯放在里面 踢着走 所以我这次设计的 就是两个耳朵的 所以制作方 不要开始在讲的时候 对小朋友一定要 很认真听 救国团总团部的爱分享 聚光公益计划 第一年在观音 以及高疗国小 今年是第二年了 在松浦国小 希望借由着希望替代 将偏缘弱实学童 与社会民众连结 以简单传爱将善的循环 存在社会当中 创造社会祥和的氛围 记者高双双 环理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